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了不起的藏歌 了不起的天来听 邀你爱听歌 好 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每周四晚上四川卫视 八点三十班和你如约相约的 中国藏歌会 我是主持人杨超 还有我的两个好朋友 谭一哲老师 大家好 我谭一哲 佳琪 邓珠 大家好 我是音乐小姐 佳琪 邓珠 这一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手 也是非常有特点 他们都有金曲 在我们的藏区和内地广为流传 今天丽临嘉宾分别是 央金兰泽 来自青海玉树的藏族女歌手 音艺手《遇上你是我的园》 红遍祖国各地 索浪扎溪 来自大山深处的藏族男歌手 成名作《姑娘我爱你》 是民族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四郎共布 索浪得及 来自雪域高原的神仙眷侣 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传奇爱情 完美诠释 《姑娘我爱你》 阿东 一位来自雪域高原的音乐变色龙 他嗓音粗犷 充满张力 演唱深情 极富感染力 谢谢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有一种情意绵绵的感觉 显而易见这种情呢 就在刚才他们四组歌手的这种歌声当中流动 可能有爱情 有亲情 还有很多复杂的感情想要表达 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叫 《姑娘我爱你》 高山下的情歌是这弯弯的河 蓝天下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落 爱是天空飘过的美丽 撑开乌云也要在一起 爱是天地倒映的回忆 你是我一生不变的唯一 本期主题 《姑娘我爱你》 最有资格来录这期主题的 我觉得显而易见 今天是结伴而来的吧 对吧 四郎夫妇 对 像我的话是康巴地区的 我是十区的 像我们的话就是 对爱情是很直接的 就你喜不喜欢我 你爱不爱我 对 像拉萨的话就是属于是特别含蓄的 对 他就会那个 拉萨怎么表达 别这样说了 别这样说了 开玩笑 比如说我的爱人就是 特别含蓄 然后你特别想去拥抱她 去保护她 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她 但她的反应是什么呢 不是含蓄都说了吗 因为我们拉萨那边的女孩子 都是就是非常含蓄 然后会希望有这样 就是粗狂的男生来 就是过来拥抱 而不是我们去寻找她 听到美 过来 她正好就是这样的人 第一次看到他们 以夫妻的状态登台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看到 你们在这儿给大家秀一段 或者说展示一段 这种夫妻的对唱怎么样 来一段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听不懂藏语 但是我觉得他唱的是 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看他们俩的眼神 没有离开过 我们老家那边 对唱情歌也挺多的 就对唱的那种形式 你们会表达很直接 我们老家还是有点委婉 有表达 我们老家 比如说找一个女朋友的话 就肯定提前就在 老家那边就是 狗活晚会啊 过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调国庄 然后我们是 赞成两排的 一排是男的 一排是女孩子 最前面的那个 我觉得我们就来表演 来一个郭庄的现场感 我们就这就是郭庄 好我们现在都在 都在这个 篝火晚会呢 你怎么办 比如说我 我这排全是男的嘛 然后 这排全是男的 这排是男的 哈哈哈哈 好现在开始了哈 爱是 哎啊同哥 你喜欢的是谁 啊 对对对 他喜欢那个 那个那个主持人姐姐啊 嗯主持人小姐姐 他喜欢那个啊 赶快上 那好 这太默契了 还没有到那个女孩那 小动 笼 走 哟 你一直在看自己的脚 这这是我是开头的事了 不是还没有 等一下 哥哥 哈哈哈 等一下 哎 哎我采访你一下 什么时候到 你是你是喜欢我们大家是吗 哈哈哈哈 你完全没有看那个主持人小姐姐 哈哈哈 然后我我是前面跳吗 我们跳完之后我们要站 哦 然后女孩子开始跳哦 跟我的这个这个不不 步伐是一样的 如果是他能能在最前面跳的话 这女孩就有意思 那万一他不跳怎么办 他不跳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就这个就成了 难道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不会跳吗 对啊 哈哈哈 会跳老家的不会跳的没有 那有什么对唱的歌曲吗 就是对姑娘唱的歌 呃老家有挺多的 好来唱一个嘛 哎你别看着我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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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着我唱 啦呀嘞 水梦哄哟啦啦哟 耶 我都好啦嘞 啦啦哟呀 水梦哄哟啦啦哟 耶 谢谢谢谢 佳希哥你觉得哪个是你心仪的姑娘 你要不给她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追求姑娘 那个养鸡兰子 咱们娘一起唱好吧 哦 我母娘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您不会唱 ли 你不会唱吗 您不会唱吗 你看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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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怕若供给你马下 撒了几步你马别让下 几节都做了几年了三 三三都不做几年了 撒了几步你马别让下 撒了几步你马别让下 好 这个是一场好不好 观众朋友们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藏族男孩 追求心仪的姑娘的一个正确的 示范 刚刚那个是一个错误性的示范 其实我要在这里小爆料一下 我觉得其实藏族人最有特点的是 有些地狱性还有枯架 所以我觉得今天既然大家已经在 这各种情景表现了 我们要不也把这段演一下怎么样 演一下怎么枯架的 我们俩来一段 来一段加荣的加荣的呃 你中间的谁也 哈哈 谁也谁 我就我就叫我的女儿嫁到他他家里 那好 好 你的女儿来这里 你嫁在那边去 我都嫁在他 您的女儿 你嫁在女儿 你嫁在女儿 我的儿子就他 儿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姐妹在旁边哭架一下 要 哦我们还在 对我这边带 带着这边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这边的 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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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睡会睡觉 你会睡觉 你会睡觉 你睡觉 这哭了一下是吧 你就已经早就过去了 情歌柔情之后 还有讲述更加不同的甜美故事 哥哥其实就是 特别溺爱我那种时日 你勇敢的去唱歌 你要的所有的钱 我给你准备好你放心 令无数藏区男人羡慕的阿东哥 全是美女啊 总之 都是爱他的女人们 个人演唱会嘛 比我来当导演 然后比我来打杂 姐姐她们妹妹她们都来了 六场都没缺了她们的 你们俩相处的时间 其实真的只有15天 你就求婚了 对 我是完全不知道 然后在舞台上我都说懵的 太爽了 太爽了 相信的往事肯定是 怂朗加琪老师 啊为什么 今天我们聊姑娘 我爱你这个主题 一定不能错过的是四郎夫妇 因为毕竟是他从藏歌会 走出去的歌手 而且因为唱歌 结缘了自己的爱人 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啊 我就大概讲一下细节吧 呃其实我 可以讲一下细节 我大概讲一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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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 呃 街道的一个剧叫文成公主 当时里面扮演的松赞干部 在国家大军演 我就问了一下当地的那个老师 我说这一次的节目 呃哪个节目会 呃出色一些 然后她说的哎下一个有一首歌曲 她说是个部队的一个女孩 她的音乐很好听 然后那天呢特别奇怪 我就把我手机拿出来 我就把整个记录了她演唱的这首歌曲 然后我就当时让我经纪人 我就让她去联系一下她的那个电话号码 当时我想主要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就想 主要是什么想法呢呢 我觉得她的音乐做得特别好 然后我就让她问一下 哦 没想到她真还没有给她的电话号码 哦 那我就想好吧 那就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 然后他们在整个大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化妆 但我的那个安排的是单独的一个房间 然后就那边太吵了 然后她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来去化妆 然后我就跟她聊着 我说你的音乐在哪儿做的 她说在北京做的 然后我们聊到这个过程 好 就留了电话号码 我每天都给她分享我的作品 然后她也喜欢音乐 然后就我们讲就这样 有一次就刚好知道有一个 西藏卫视搞的一个选秀比赛 然后我们就说 要不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 主要是想去见人嘛 对 然后我真心的是为了她 去参加这个比赛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在北京可以去 大概会15天的时间 录制这个节目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跟我们就交流 那到最后一期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真的是特别希望跟她在一起 后来我才知道 就真的特别感动 哇 其实就是你们俩相处的时间 其实真的只有15天 你就求婚了 对 不是那个 其实这个过程 前面一直在那个 前面已经有好几年了 前面已经有三年五年时间在一起了 15天啊 对 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就在交流嘛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特别赞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嗯 我叫她狼哥 我叫她大姐 我是她的老婆 我是她老公 她唱歌超级好听 我特别喜欢她的微笑 我在拉萨 她在北京 我们两个相隔三千六百多公里 我特别地想她 我每次想她的时候坐飞机去看她 我每次都会去机场接她送她 我特别想牵着她的手 我特别想牵着她的手 我特别想牵着我 我手牵手 像真实实不分离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的美丽 她的淳朴 她的善良 吸引了我 我决定她就是我的女生 唱歌是四郎这一生当中最爱的事情 她唱歌的样子 在我眼中是最帅的 还有她的专注 她的投入 在我眼中她就是我的歌王 我这辈子最紧张的时候是 向她求婚的时候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是能嫁给她 我想开一场 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演唱会 你要一辈子唱歌给我听 我们相伴一生 我这辈子更定你 只要有时间我们更多的去 在音乐这方面去交流了 因为她也特别喜欢音乐 虽然她不是职业歌手 但她喜欢音乐 那我呢特别喜欢音乐 一直在这方面去发展 然后呢更多的是 每次都在音乐上去交流 然后她的表达的音乐方式 其实是特别柔软特别甜美 太爽了 太爽了 如果你们俩在音乐上有什么 就比如说德基有想法 或者你用想法的时候是谁听谁的 大部分都是我听她的 对 康爸汉子嘛 有可能当下不会接受 但每次都我会去思考她 其实还是你认错了 对她说的这些东西 她只是说认错的时间的长短而已 对 今晚将会听到四郎夫妇 深情对唱的这辈子干定 这辈子要在一起 四郎公布用清脆悠长的声音 带你感受一语而情 今天整浓浓的爱的氛围 感染着我 也感染着电视机前跟我一样单身的朋友们 是的 但是其实说到伤心往事 我相信你不是最伤心的 伤心往事 最伤心的 对伤心的往事肯定是 怂乱加西老师 为什么 家里面就是条件不好 夏天是我就放进 冬天是我就去枪枪 我在草原上待了那么久 我就很少见面的人 美女 待了多久 差不多五六年了 然后就村里面就是有个爷爷 他说扎西啊 你就是天天放牛 就是看着牛 就是走的话就没有发展前头 然后一定要就是自己的走出去 就相信他了 以后呢 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跑出来了 家里面的没没给他们说 其实观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 姑娘我爱你就是他的原唱 这首歌就是扎西哥的原唱 他刚刚聊这么多的意思 他是说其实我是很很久很久的没有见到美女 我天天只见牦牛 所以我就要让大家给我写首歌 我就要唱姑娘 我就要唱姑娘 就要唱姑娘 我就叫我这儿去吧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孙朗扎西哥这首 姑娘我爱你啊 那么的强烈 表达的那么的激烈 谢谢 因为没有见过美女 对对对 这是一个放牛少年的故事 牛羊 多可爱 山间 多美美好的 有一天一位美女姑娘路过 你说我最美 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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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最能更大 不能再对牛摊晴了 哈哈哈哈 我要出去 怀抱着一颗 质子之心 我从家乡来到大城市 来到城市 我学着唱自己喜爱的情歌 在城市里 努力打拼多年 我坚定唱歌是我突然的追求 而年少时 对爱情的渴望 始终保留在我的情歌里 姑娘我爱你 我把情歌唱给你听 哥哥后来又唱了很多很多姑娘 对 就是17年就是我的主打歌曲 《北京姑娘》 然后《上海姑娘》 《四川姑娘》 这样子唱的 我就唱一段 先向我们《四川姑娘》 《四川姑娘》 对《四川姑娘》唱一个 《四川姑娘》 《温温柔柔的姑娘》 《四川姑娘》 《飘飘亮亮的姑娘》 《四川姑娘》 《美人善良的姑娘》 《四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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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是打阳琴的 然后我母亲是 以前是舞蹈专业 然后家里就除了哥哥以外 全都是那个搞音乐方面的 包括出歌的时候 那时候家庭条件 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是非常感动的 就是哥哥那时候很帮我 就是他那时候在上班 然后我也在上班 但是我的工资 永远不够自己花 然后就是去做这首歌 做专辑的时候 那时候要有很多钱 然后就会到处去借钱 然后我就给哥哥打电话 然后哥哥说 你勇敢地去唱歌 你要的所有的钱 我给你准备好 你放心 所以其实哥哥就是从小 其实我们两个在一块的时间 会比较多 因为姐姐很小的时候 就也上一校了 然后哥哥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 哥哥其实就是 特别溺爱我那种属于 就是在家里我是 我是那个王 我干什么他都是 就是就一直就会把我捧在 这个上班 你哥哥大你几岁啊 哥哥大我三岁 特别疼我 会唱歌的女人 是个什么样的呢 她们一定可爱 或者温柔 或者充满爱心 当你听到细腻柔美的歌声 你的心是不是也被吸引 如果现在还不是 那未来一定是 学习音乐的道路 辛苦也开心 如果说前半生 阳琴是生活 那么后半生唱歌是全部 唱给更多的人听 是最大的动力 在这个舞台上 我可以越走越远 而到了现在 这么一个被爱包围的女人 还会有什么会特别打动你 一触到这个情的上面 我就会想我儿子 因为做母亲了以后 我觉得所有天下 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当你成为母亲的时候 你觉得孩子就是你的一切 孩子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遇上你是我的缘》 真的就像姐姐的人生写照一样 因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哥哥在守护 有身边的家人在守护 而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 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要去守护的那份缘 所以可能《遇上你是我的缘》 是变成了 《遇上我的儿子是我的缘》 稍后 《央金兰泽》即将带来的是 《高亢优远》的 《苍阳佳错情歌》 《深情不拉撒》 《深情畅快的爱的思念》 《让她的无故再热越光》 应该在座的很多的歌手们 都有妈妈的一些支持和关心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一代传一代的这种方式 说到这种幸福感的话 其实今天不止我有这个幸福感 有人比我还幸福 是 他就是在爱当中长大的 我知道你要说阿东 因为阿东哥 他真的是在万千宠爱于一生长大的 令无数藏区男人羡慕的阿东哥 全是美女啊 因为大家可能关注我们的节目 知道前几期 雪莲三姐妹到我们的节目组了 雪莲三姐妹当中呢 大姐二姐都是她亲姐姐 三姐呢是她堂姐 还有四姑娘组合 这个组合在我们藏区也非常有名 全是她的堂姐呀表姐呀表妹呀 总之 都是爱她的女人们 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幸福死了 会遭到很多男人的记恨 是那个 是 那把你丑坏了吗 姐姐她们 然后妹妹她们都对我特别好 刚开始都是姐姐她们带我到北京去学习 学音乐嘛 学了两年三年左右 然后回到成都的时候就给我写歌 然后给我出专辑 两张专辑都是我们姐姐她们给我出的 然后那个妹妹她们只只 参加当歌会之后就开始帮我 然后去年 去年六场这个个人演唱会嘛 然后 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 然后因为这个给我来当导演 然后给我来打杂 姐姐她们妹妹她们都来了 六场都没缺的 她们都 天哪 就是六场演唱会所有的家人都来做你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 都抬个口罩就 忙忙忙来忙去的都是 天哪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快 接近一米八的美女 大姐是给我那个当导演 二届举专门给我写歌嘛 然后 音乐总监 而且都有分工是吗 对对都有分工的 因为他们就 录音就好了 对四姑娘组合她们还给我发传单 哇 道具都发传单 对我特别好 然后 我也特别感谢她们 听说是这样的 姐姐写了歌以后你选 阿东你选 你选 我想问她现在是单身吗 还是已经结婚了 我是有儿子了 哇 哈哈 我在想她 你老婆要重重的 经过各种 姐姐的挑选 对 各种 很棒啊 你老婆 嗯 在家里全靠她 对 然后我老婆 然后一直在照顾父母 跟我的儿子 然后外面就基本上 姐姐她们在帮我 一直在走这个文化这条路 这是流传于家乡的美丽爱情故事 家乡的山山水水洋育了古老悠久的文化 我爱唱歌 这篇妒忌赐予了我一副还算不错的嗓子 曾经我也去外面闯荡 想寻找一种属于我自己的音乐风格 成都 北京 上海 重庆 这些地方 都留下了我的主意 可惜 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 但那些都不属于我 离家多年 谁有儿时临唱歌的歌谣 常在儿端回响 我想 我应该回归北京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传说中的爱情 悠久的历史文化 家乡的一切 留给了我音乐的灵感 我找到了我属于自己的音乐形式 我是阿东 我要把我的歌唱给你听 其实我特别特别想听一下 就是说 对唱就是 因为咱们流行歌里面有很多对唱 爱情歌曲 但是我真正的 除了刚才我听到他们 二位唱完以后 我还想听到 不同的对唱的这种情歌 有啊 我们的那个 《苍苍家作情诗》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情歌 我们唱一唱 谁可以来组合唱一下 谁可以 我们大家一起唱一下 那个简单嘛 那个三大多山顶上藏语的那个部分 我们大家一起来 唱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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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东用歌声真情感受 能卡的 你敢把我握住了 雪莲二姐助阵全新演绎 溜溜的爱 溜溜的亲友 溜溜的亲友 我刚才听了这么多 也了解了做了一下调查 我觉得我们都挺圆满的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是单身 你还召集大家来唱 姑娘我爱你 你讲一讲吧想法 所以说明我的歌剧有多么的宽大 然后虐自己 但是一定要让大家感受到爱 但是他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他要来征婚 叫我们的节目当征婚 是吗 是吗 十年留给佳琪的主 也不是征婚 其实我就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 可能大家觉得我平时唱的歌 平时嘻嘻哈哈的 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特别的传统的一个藏族的男人 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个阶段了 所以我也期待着 然后期待着像弟弟们 然后像哥哥们一样 姐姐们一样幸福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他下面会出现电话号码 对 像微信号 还有什么条件没有说对吧 对 我们大家都可以给他争个婚 就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 不管以后遇上我的那个缘是谁 但是我是觉得一定会是一个 相对来说传统一点的女孩 关注我的微信微博 我会透露她的电话号码和叫您最好 这句最直接 最后还要再补充一句吧 就是我觉得作为藏歌会的音乐召集人 我们刚刚的这些戏谈或者说大家的一些玩笑话 但是我们要表达的真的是今天晚上 真正的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的这个音乐 藏族音乐的盛宴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姑娘我爱你 我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藏族的那份大爱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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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天籃之音 turishlloman 有请本期明星歌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我們祖國繁榮長生 別再有這新秀 大家好 了不起的藏歌 了不起的天籟之音 歡迎來到 天籟之音中國藏歌會 每一期藏歌會 都有一個特別的主題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喊出來 姑娘我愛你 沒錯 姑娘我愛你 就是本期的主題 今天我們就要通過 這樣的一個主題 向我們大家一同來展示 藏歌的浪漫情懷 朋友們 接下來就要請出 我們今天的開場嘉賓了 他也是姑娘我愛你的原唱 讓我們掌聲來有請我們的明星開場歌手 蘇朗扎熙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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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愛你 你的 principles 來跟上 雪 蒻 這些 呢 ZITISO 长长的头发 黑的眼睛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山上的枯萨花 开得好美丽 我要摘一朵亲手送给你 蠢蠢的笑容 傻傻的花语 烙印在我的心头那么紧 头上的擦掉 灰的好甜蜜 想要对你说 我已爱上你 亲爱的姑娘 我好爱你 让我走进你的世界 和你在一起 亲爱的姑娘 我好爱你 谁在现实 谁为你捧出一切 我也愿意 唱唱的头发 黑的眼睛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山上的枯萨花 开得好美丽 我要摘一朵亲手送给你 蠢蠢的笑容 傻傻的花语 烙印在我的心头那么紧 蠢蠢的笑容 傻傻的花语 头上的擦掉 灰的好甜蜜 想要对你说 我已爱上你 亲爱的姑娘 我好爱你 亲爱的姑娘 我好爱你 让我走进你的世界 和你在一起 亲爱的姑娘 我好爱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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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止如會 海忽 risrices 海忽 海忽 南坑 eccentric明 Stop 其中我們的 澄 절대 insects 深夜 親愛的姑娘 我愛你 讓我走進你的世界 和你在一起 親愛的姑娘 我愛你 聲聲聲聲 為你付出一切 我也願意 聲聲聲聲 為你付出一切 我也願意 聲聲聲聲聲 為你付出一切 我也願意 聲聲聲聲聲 為你付出一切 我也願意 謝謝他用這首好聽的歌曲 為我們傳遞了藏式的浪漫 那現在呢 我就來到了非常浪漫的海洋 一群穿著情侶裝的朋友 大家好 好 我此時此刻真的很想跟你們聊一聊 分享一下你們的這種幸福 我先找一對年輕一點的 來 二位好 你們結婚多久了 九年了 九年了已經 對 對 對 那九年養不養 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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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媳婦搂呢 真的很幸福 二位平時生活當中是怎麼表達這個愛意 這個肯定有嘛 肯定有 來 告訴我們 好 老婆 現在幾點了 九點 不是九點 是我們幸福的七點 哇 好肉麻 好肉麻 好 謝謝 祝福他們 接下來我們要採訪一下我們年長的叔叔阿姨 來 歡迎最紅的二位 二位今天很紅 叔叔阿姨好 你們結婚多少年了 我們結婚已經四十五年了 四十五年 大哥 這麼多年了 今天可以在我們戰歌會 一起分享你們的幸福 給我們年輕人做了榜樣 你有什麼想對自己的老伴說 對你自己的小姑娘說 姑娘 我們走了這麼多年了 還有往後的日子 咱們要帶一條心 過更長的日子 謝謝 我們再用一輪掌聲化作祝福 送給我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送給所有天下有情人 祝你們幸福 人生當中有萬種的情愫 但是只有一個蒼羊佳措 今天我們接下來 就要送給大家這首 蒼羊佳措情歌 讓我們掌聲有請 明星歌手 央精藍澤 豬毛 Separ 靠 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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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辈子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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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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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李宗盛 让我们掌声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让我们掌声 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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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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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